自从2014年1月 爱情公寓自上演后 整整四年半的时间都没有等来第五部 虽然导演没正说了一定会拍 但是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爱情公寓自从火爆全国后 一直就被各大深爱美剧的网友吐槽 抄袭美剧过于严重 其中最像的当属老友记和生活大爆炸的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爱情公寓 的确是大幅度抄袭了美剧 还有更多抄袭证据 要是一一罗列出来 你们可能看到晚上也看不完 原本爱情公寓抄袭门之后 我只是怀疑不会出第五季了 可是这次大地领一出 我就确认爱情公寓不会出第五季了 这部电影与爱情公寓出体毫无关系 讲的竟然是一伙人去盗墓的故事 而且还被曝出试换皮作品 我想这是导演为正决定最后拿带给我们的青春 回忆的爱情公寓这个大IP捞赏最后一笔吧 爱情公寓虽然是抄袭美剧 但是它的的确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快乐 但是我想说的是导演真的不厚道 你抄袭就算了 至少给我们一个结局吧 胡亦菲和贱人层 slag张大炮 吕小布和妹家 出国的碗鱼和书呆子展博 还有羽默 这些人的恋情你都没有交代 然后就用四年时间弄一个盗墓故事 深得伤我们这些粉丝的心 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心 请拿出你们仅有的才华创作 给我们一个原创的完美的结局